繼續來看到靈蘭艱苦的消息 畢生奉現平昌國玉鳳山國修老師張阿如 他就是向晚上跟紅塞地萬平 在著整車的佛祖準備要趕回學校 有行周修就大著頭年來的第四十門 平常是熱心房 夜光天使般的學生 早晚回來的他 再也沒辦法穿手旁上燒滾滾的菜肴 俗生跟家長艱苦的說不出未來 學長王志強竟說 實在不知道要怎麼跟學生說 中老師已經離開的事情 也就是他去早上透過社會團體跟社區關注 把五餐中心穩穩起來 才能順利動到現在 這份依愛大家會好好地頂上 我兒子心裡滿難過的 昨天也有哭了 平常對我的小孩子滿好的 也來我家裡 好 家庭訪問 我的小孩子雖然他交得快要一年了 不過他對我的小孩子滿好的 李正愷是我弟弟 每次月考的時候都是第一名 也是最後一名 因為他們班就只有一個 可是張亞如老師還是很努力的教他 所以他在豐山裡面已經有11人了 他們兩夫妻都很認真 在豐山國小裡面也得到家長的肯定 家長都感慨 張老師跟學生切耐心又認真 也安心方式學生的家庭 當時也緊擔憂 也還有沒有人敢到豐山跟小孩子 豐山國小25號也停靠 校長王志強標示 也不確定是不是所有的學生都知道 張老師已經不在了 但是會後上班上靠 他不知道如何開口跟學生說這間拍照 老師透過電話冷卻 大家一開口就靠 真正感苦 最近新聞 中來信 港議官 蔡空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